杖相为什么能使用玉三家祖传的赤血超数 他跟家冒献祭谁比较强 东堂与杖相脑中出现不存在的记忆代表什么含义 杰森老师竟然给出超高的评价 奢侈的一集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色谷事变第八集大量调整剧情的先后 不像漫画虎杖与明明各自的战场同时开打 而动画是在这一集中 完整呈现虎杖与杖相精彩的基站 甚至就连作者借鉴也认为画面与改编都非常出色 其实这集不像过去只是新增与改编 有删减了少部分的台词与画面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这集把术士刻画得超越原作 这里就来一一盘点动画与漫画的不同 并且说说公式书中才有的细节 首先片头曲之前开场戏的部分 让作者搞不懂为什么冷气超高的狗卷终于登场 如果要说动画与漫画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漫画比较俏皮 而动画就跟过去一样依旧是个美男 接着就是这集的重点 杖相一开始就使出超夸张威力的穿写 其实在低级中 家帽就已经曾经使出 不过穿写的杀伤力太强 当时并没有在交流赛对服黑使用 只有在对战华语才有使出 在当时看起来只造成一点伤害 感觉不是很强的招式 不过在最新的一集 动画组将帐相的穿写 呈现得非常夸张 能直穿地面 威力还丝毫不减 并且都已经打中虎杖 还能力落消断交通耗制 这超高作画品质 以及各种隐喻画面 精彩到让我看待 还按道推荐重播 既然提到家帽献祭 就来说一下 它与帐相根本上实力的差距 为什么帐相能使用玉三家祖传的招式 明明都是使用赤血超数 两人使用起来却简直天差地远 这里就必须提到 D级动画的尾声 骤胎九项图 其实是玉三家污点 假冒献人 利用女子与兽灵诞生出的实验常物 这也不难猜测 为什么骤胎的大哥上相 能使用稀有的赤血超数 要说最重要导致两人实力差距的 就是因为上相是有兽胎 被赋予容器成为瘦肉 并非人类也不是兽灵 却集合两者的优点 不会像假冒使用术式 就面临贫血的风险 帐相只要有受力 就能不断转换成血液 更可以控制血小板 凝固血液成为硬直武器 这两点让帐相彻底打破 赤血超数的极限 在官方公示述中 两人能使用的招式 在数量与专精上 帐相完全碾压假冒献剑 接着继续来看这一集动画 有哪些大量的改编 究竟新增与删减哪些部分 首先提到删减最多的 就是内心旁白 就当虎杖第一次被穿血击中 内心其实想着会被贯穿 所以才立刻躲开 这里也可以看到 穿血依旧笔直前进 而动画却改编成挡开改变方向 要说最多删减台词的地方 那就是虎杖左手被打动之后 在漫画他心想 左手可能因为疼痛无法动弹 所以更要在这之前 用左手尽全力攻击 这大量内心的OS 呈现出虎杖在左手废掉前 也要发挥最大价值的觉悟 而动画却是用喘气 当作在激烈战斗中 让观众休息的空白 虽然少了虎杖人物内心的刻画 但动画比起漫画 新增更多大量的战斗细节 例如许多下坠的写生 类似波奇 用血画作的冲击 以及撕胶带般 玻璃虎杖与墙面 都足以呈现出在漫画没有 更多刺血超速的应用 算代替虎杖有一幕突然飞出去 这是动画省略漫画中的这一段 上相在晋升战中 为了能尽快使出穿血 导致白练的压缩程度不足 最终才对虎杖 没造成太大的伤害 要说前半段 让所有观众印象深刻的改编 绝对是车站指引 变成术士解说 还贴心给出各国语言 另外绝对必须提到的 就是穿血绕拳 如同垒射光束 超有创意 是一个让我大开眼界的画面 现在的帐相有多么认真 就能够明白打五条时有多偷懒 在公事书中其实有提到 为什么帐相在当时 一点干净都没有 原因就是还没替弟弟报仇之前 没有理由为了封印五条而丧命 在其他动漫中 有不少人物以写作为招式 而咒术中的帐相 无疑是最活用的代表角色 除了能控制体外的血液 当作远程攻击 更能在体内提升自己的力量与速度 甚至可以凝固血液 能攻能守 接下来经典的厕所护殴 这一段在漫画 其实很快就分出胜负 然而动画却非常精彩 几乎不给观众喘息的空间 就当帐相无法控制身体外血液的这段 我个人觉得 其实在漫画中更容易理解 简单来说 这是无法控制血液中 45%的红血球 所以速式失效 而这时帐相使出 克灵月洞在 却不是本来的翅灵月洞 除了多一个翅 听起来比较厉害 这就要说到 借鉴深藏于公式书中 在的含义 速式的极致是领域展开 而速式的奥义称为极之番 也就是坏象的赤王 以及下游节的漩涡 而将极之番以外的招式 提升到极限 就称为在 是一个在剧情中 几乎不曾提到的隐藏细节 这里当然也要来呼吁一下 希望彻底戏品咒术 了解漫画与动画不同的观众 欢迎按下订阅 才不会因为演算法 错过每一集观后的解析 当然这一段 也是有不少的改动原创 光影细分 营造的充满独特的魅力 并且新增不少 揍树回战的精髓 有大量的肉搏 例如喜欢吃手指的虎杖 杖像连整只手也差点难保 在动画中 就当虎杖被击穿肝脏后的失衡 却立刻转为战至死亡的觉悟 在漫画中 是虎杖毫无保留的战斗 开始占上风 不过动画却新增 仗像灵活运用术师的反击 丢牙齿误导虎杖是血腥蕊 凝固血液形成血刃 甚至简直致敬金刚狼 动画组的各种原创 一点都不突兀 每一帧的高品质 反而让战斗更加精彩 满满张力 即使是漫画党的我 也是看得手心冒汗 另外 仗像术师的改编 也让战斗在感想坛中说到 仗像想复仇的心 远远比原作漫画还要更加坚定 就当虎杖挥动贯注权力的左圈 画面搭配背景音乐的切换 完全就像致敬第一季中 虎杖与丁琦洗出黑闪的经典场面 而制作组的大量改动 呈现出令人窒息 难分难舍的死斗 这也就是作者战斗给出超高的评价 无论是作画又或是剧本改编 都非常精彩 让人满意 真的是奢侈的一集 接着就是 凑数一贯的剧情反转再反转 虎杖先是重伤败北 却又再次出现了不存在的记忆 这其实在第一季交流赛中 让东堂的脑中 出现学生时期两人的青春岁月 并且完全将虎杖认定为brother 而这一次又来一段 兄弟之间美妙的用餐时光 桌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六个昼胎 再加上帐像写图与坏像 就知道是昼胎九项图 另外虎杖倒地的画面 两人的血互相交缠 就像暗示血缘关系 另外在餐桌上 突然盛开的红蔷薇 象征着爱情 当然指的是家人 这时突然切换到帐像打碎回忆 暗示者不愿意相信 是一段非常有趣的转场 我特别提下不存在的记忆 在最初被少数的读者认为是虎杖的术士 不过之后作者在访谈中已经正式澄清并不是这样 在公式书中其实有提到 东唐那一段不存在的记忆 纯粹只是一个笑点 并且借鉴的漫画老师看到这一段 留下了我笑了的感想 默默给他了极大的肯定与鼓励 最后这集一次打到结束 没有切换战场真的看得很爽 比起放大招我更喜欢肉搏与灵活运用术士的战斗 还有整个背景都是用3D CG打造 加上灯光与作画 实现超高品质的运镜与构图 不晓得大家看完这集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觉得这部影片不错 希望大家点一下频道内游戏的解说影片 绝对会帮助到我继续制作新的解析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